MING PAO TORON 其實我們在做了幾個比較成功的BIM的項目之後 其實我們都受到一些不同的consultant 或者一些研註方去邀請我們去做一些sharing 其實他們很有興趣的了解到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想用BIM 亦都可以幫到他們做些什麼 在分享完之後 其實我們都繼續會 跟他們提供了很多一些BIM的改革的建議 去幫助他們去展開他們的BIM的standard 或者一些BIM的項目的要求 以及推動這些項目如何去用BIM 都很多 真的很多 我們一開始去用BIM 其實我們不只是想作用作用作用 其實我們也是想是一個推廣者 我們去推廣用BIM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不多不少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同業 去推動他們本身 可能機電、結構方面的BIM的營業 其實很多公司都有接觸過BIM的 但是他們未必在一般的商業的住宅建築那裡用 因為我們其實業務大部分都是服務香港的發展商 其實發展商覺得可能一些公建 或者一些大型的項目 他們對用BIM才有好處 反而一些傳統的所謂conventional少少的住宅 他們覺得是未那麼需要的當日 我們跟發展商會有很多傾談 開會業務上也好私底下也好 當他們發現原來BIM對於我們一間職樓都有好處的時候 其實對於他們自己發展商來說 其實有更大的好處 因為他們始終是負責將來做maintenance 做building management 甚至他們要contractor去起樓會用BIM的時候 他們漸漸發現其實他們的好處 可能比我們職樓更大 我們有一點點是一個推動者 我們亦都希望做一個推動者 除了一個參與者之外 隨便 iPhone 只能全局找來得到 我們的主要挑戰 組んだ組新可觀 Sen